那我可以說道遠他輩分還不夠 原因是因為 你還沒講過的耶 因為同一件事情 他也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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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是馬國畢拍戲 然後他的太太是小甜甜 是是是 有一張這個照片他自己PO的 戲裡面那個房子失火 然後他們後面就是起火的房間 然後馬國畢就是 背著他 背著自己的太太 然後從火場衝出來 然後臉上都是黑黑的那個交嘆 那其實我有在這張照片底下留言 那我留的是道遠你真的要學 真的嗎 對以後就是 因為按讚數還蠻多 真的嗎 對因為我的留言就是 你這次烤的肉未免也太大塊了 我覺得就 真的蠻好笑 沒有戴過但是有刺到 真的好笑耶 但我覺得就是有可以中到大家的那個 這應該是小甜甜要生氣了 小甜甜會生氣嗎這個 對 我覺得在前輩面前講話真的要非常小心 因為你可能跟他沒有那麼熟悉 然後我這個故事是我自己在現場 因為我之前有待過舞台劇的劇團 那有時候是排練的時候會有些前輩會來探班 然後探班就會帶一些食物過來嘛 那當時是因為我們那時候劇組有一個演員 然後他就是有粉絲有應援他就是有做一些水果盒 上面有貼他的照片這樣 另外一個劇團演員就說前輩前輩 你要不要過來把這個水果應援盒拿去 你那個劇組給他們看說 他的粉絲做這個東西很有心啊 你等一下剛好回去帶一些回去 他說好啊好啊 那你來跟我們到那個樓下那個休息室的地方 裡面有很多食物一起來挑這樣子 然後那個前輩就跟著我們一起走下來 然後那個人就跟他說那這個你就拿去給他喔 那這邊你有沒有什麼東西想要帶去的 因為我們今天很多人來帶食物感覺應該可以帶一些去吃 然後前輩就說沒關係啦不好意思啦這樣 他就說那不然這一盒你把它拿走好了 那甜甜圈感覺爛爛的耶 應該沒有人要吃吧 然後前輩就說那是我拿來的 好慷慨喔 然後之後那個前輩就再也沒有來探班過了 好慷慨喔 而且當下我在旁邊就解圍說 沒有啦我會把它全部吃光啦 沒事啦 那前輩就趕快 趕快送他上去 不是 自己也太白目了 你叫人家帶東西走 你怎麼會說這個看起來爛爛呢 誰會趕快 他應該沒有什麼會吃 你當作在叫我噴 對啊 超感慨 我自己是我最近發生一件事情 因為我跟我室友 就是認識十幾年 然後他從來都沒有生氣過 現在就是跟他住在一起 然後我最近就有個朋友 他說他想要來看我家的貓咪 因為我家有三隻貓 然後就很可愛 他就說他想要看的是多可愛 然後就上來了 他就說怎麼有小隻有大隻 然後有一些就長不一樣 然後他就特別看到有一隻 特別大隻 然後我就說對 沒錯 我說你怎麼那麼厲害 你一看就可以看出這隻 他就說對 而且這一隻的頭很大 很難看出來貓的大小 對 很難 很難 你現在是說年紀還是體積 體積很容易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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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貓的體積真的是 這樣跟這樣一點點而已 就差一點點 那個朋友來就說 我發現你家的三隻貓 就有一隻的頭怎麼這麼大 然後我就說 你是第一個發現的 因為我自己有發現 然後我就之前有這樣笑過我朋友 就說 笑過我室友 就說這隻貓怎麼那麼像你 對 然後 但是我都是私底下笑 但是這一個朋友來 我就想說好 這個時候再笑他一次 就說對 這個頭很大 他跟他主人一樣 因為那個主人就是我室友 然後我就出去探一下 笑一下 看一下 他臉這個就生氣了 變掉了 變掉了 然後我就覺得怎麼了 因為我跟他認識十幾年 我從來都沒有跟他吵架過 也沒看過他整個 而且妳平常私底下 有這樣笑過他 對啊 後來跟他講話 或是我在家跟他講話 他是完全不理我的 他是不是覺得這個玩笑很無聊 你到底要講幾次 還是因為有外人在 對 然後後來一個禮拜後 我這室友就是 終於有跟我吃到飯 就在家裡 就是他願意跟我講 他就說他覺得我很白目 說為什麼要 我在外人面前這樣講 對啊 他就說他覺得很不舒服 而且就覺得很不好笑什麼的 對啊 然後他就說什麼 以前就是有人笑他頭很大 就是我以為 就想說有陰影 對 然後我竟然這樣講他 還是他頭真的很大 對 他這個頭又大 所以 算了啦 我們一起坐去那邊好了 來 這裡又是好留戀的 講話小心翼翼 對嘛 你今天你們很想坐這對不對 何必啊 那邊多自由 沒有... 不行... 他有可能看到這節目 你就在節目上又講一次 沒有啦 等一下就說到簡訊了 他真的還好 真的不會大 頭真的不大 而且... 而且我因為這件事情之後 我每天照著鏡子 我都會說 我的頭怎麼那麼大 我就會一直笑我自己 就是為了安心他 不要再講這件事 對啊 你不要講到相關字就好 沒有 但是因為這件事情 我還應該要下跪 以後就真的很大抱歉 就是我就說我跟... 我跟妳道歉 我真的... 那他頭真的一定很大 沒有啦 他頭真的... 那麼嚴重 趕快要下跪 沒有 你跟他說抱歉 然後就說抱歉 你一跪剛好跪著他下巴前面 你跟他都那麼大 太高了 你過來這裡坐 好麻 然後我就經過這件事以後 我就想說以後就盡量不要開這種玩笑 公大也沒關係 下雨也不醜 沒有啦 真的還好 沒有啦 就這樣 對啊 但有些人真的就是 講話可能會不知道分寸在哪裡 也不清楚什麼該講 什麼不該講 明明有私底下跟你開玩笑 OK 為什麼外人面前就不行 那到底什麼時機對不對 這也要看重時機 才不會一直戳中人家的痛處 真的 對啊 所以王友還有哪一些那種 犯重怒的行徑 令人受不了的 我又有允 好 緊接著來看一下 第四名就是 邊說謊邊表演技 瞎扯故事惡整人 這占了百分之十八點八 有網友就分享 他的這個朋友很用心 直接上網去抓圖片 騙大家說要去叫招 結果根本就是自己出去玩 把所有工作丟給其他人 流夠氣 第五名就是 不是遲到就是不到 各種爽約放鳥 占了百分之十二點四 有網友就說跟朋友去看電影 時間到了開眼前十分鐘 朋友才說對不起 我現在剛要出門來得及嗎 有沒有遇過那種 嘰嘰嘰嘰嘰 胡說八道 然後根本就已經信用破產的朋友呢 放羊了孩子 真的不通 對 馬桐哥 你本身就是這種人嘛 不要說你身邊有 他會這樣子是不是 沒有 我覺得日常生活中 人常常是在說謊 但是呢 就是 對啊 對啊 有嗎 有嗎 有耶 英國有一個研究顯示呢 人的男生一天有百分之三十的時間 是在說謊 真的假的 不管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 或是不自覺的 這樣子 怎麼那麼愛說謊啊 譬如說我 你好美 或是怎麼樣 好愛意的 好愛意的 說好就對我說我 但沒關係 對不對 凱希還是很開心 那沒有耶 我沒有 你跟他在笑 但是就是有 我有一個朋友呢 就是以前我們是從高中 一直到長大 一直到現在的好朋友 我們五個人是一個群組 每次要相約 群組簡訊一響起 不管是誰發起的 那我們另外四個人就會說 好 幾點 好 我們盡量把架都排開 我們出現 但是我們有其中一個朋友呢 他就有一次開始 他說了要來 但是沒來 因為他結婚了 所以他用的理由 我就先把他後來用的理由 全部一次講完好了 第一 一開始一定是 老婆不准 第二次開始老婆不准 感覺有點丟臉 就說老婆發燒 對 他得照顧老婆 然後再接下來老婆 我總不能一直發燒 就換小孩子 小孩子有事情要到醫院 送醫院這樣子 然後明明約晚上10點11點的局 他就是送急診 對 因為一般門診就說自己 這樣子 就祖宙自己 說久了就做了 成真了 真的 不是 因為說久了 我們都不曉得 他老婆跟他孩子 到底還活不活著 因為感覺很虛弱 他用的理由 我們成年我們都是男孩子 我們不會去說 你不要騙了 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都說讓你過 讓你過 就讓你請假吧 對 可是這樣的時間一久 我們就會主動 就是不要去約他 所以譬如說群組一樣會想 但是只要四個人說 好 可以 那這個局就成了 我們就不會去等待 這個朋友的回覆這樣子 但有一次他來了 他說 怎麼不約我 他就是這樣子講一句話 說好 約你 你這次會來 會 一定 這樣子 那天我們剛好約喝酒的地方 大家都開始喝了這樣子 然後那個朋友就來了 他來了 真的 從大門口一打開 不知道為什麼鴿子還飛過去 然後就進來的時候 你是不是又在說謊 好啦 就不講那個電影情節 這個人來了 那我們大家其實很開心 雖然不動聲色 對不對 來囉 送給你們一個驚喜 對 終於沒有在這個放鳥了 但我這個朋友 對啊 怎麼可能放你們鳥 之前都是有事 好 來來來喝 然後他就把身上的東西 就往桌上一擺這樣子 大家一看 這車鑰匙 不喝酒 對 我們所有人就問他說 是車鑰匙 你今天開車來是不是 對 對啊 不然 不 代價 對 氣氛就凝結了 沒有 因為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擺瓶就不喝了 對 我只是來跟你們聚 我不喝 這種好討厭 好解喔 對 我們就所有人就是 罵他也不是 然後呢 也不可能叫他喝 他為什麼就那麼不想來 然後還硬要出現 對啊 抓純在感 好奇怪 我覺得他心裡頭 應該也是有各式各樣的矛盾 我覺得他發現你們四個人 好像就可以出去 他就不行 我一定要出現 不是 可能這一攤沒有妹 我覺得他很怪 我覺得可能是這一攤沒有妹 他可能後面有一攤 然後跟這一攤 趕快先應酬一下 然後就後面那一攤才好 所以你都這樣是不是 對 其實 因為來 方辰哥 然後都是一些鴿子費 然後我今天不喝 其實後面我又有一攤 所以你真的也會這樣子 放朋友鴿子 我會 你身上帶著四字架 你講壯話 你這個 沒位打架 我覺得有時候真的是逼不得已 對 我像我之前有一次 就是我那時候 我老婆第二胎 然後剛要生的時候 生了之後 起碼兩年沒辦法出國 因為你就是等於 那兩年你就要哺乳 然後小孩子要弄兩年 你才可以帶小孩出國 那我想說 那我就帶他出去 去沖繩玩一下 然後我就揪了我一個朋友 我們想說 我們就租一台Alpha 然後我們就自己自駕遊 那那時候有時候真的就是莫非定律 剛好我那時候朋友 就傳了一個簡訊來說 道遠啊 我在那個 我過一陣子要結婚 然後結婚訂婚的日期 剛剛好就是我要出遊的那個日期 一邊是我的好朋友 然後一邊是我拜把的兄弟 那當下我就跟我老婆說 那現在怎麼辦 好難選擇 那我要怎麼做選擇 那好吧 老婆說這個婚禮一輩子只有一次 應該啦 應該一輩子只有一次 沒意外 對 你們以外 應該 好慢 應該 那我老婆就說 那你去喬看看 對 那我當時我就硬著頭皮去 我說這一次的所有旅遊額外的費用 我來負擔 那我們把這個假期延後再出去玩好 對 然後我那個時候那個朋友就翻臉 他說他為了我這個假期就是出遊 然後他把那個年假已經移到那個時間 都已經請好假了 然後你說你一句你朋友要結婚 然後你就要把這個東西全部都打翻 那你是沒把我當朋友嗎 對 然後就因為這樣 然後我跟他就真的斷 因為他這說不過去啊 他就說 你就應該說你老婆小孩發燒嗎 你是不是有這種 請問一下你會預知出國那時候 他們發燒就對了 對 因為這樣然後就是 那後來你去參加婚禮 他們現在幸福美滿嗎 是還蠻幸福的 對 不過像第四個有沒有 就是這個 邊說謊邊飆演技還扯故事 惡整人 你不是也被你直直整過 又沒有弄得那個豆芽菜 對 怎麼講啊 再來我們的博物真也有拍 他有沒有拍的影片 那時候因為我要開演唱會 8月20號開演唱會 所以他們之前就設計了好幾段 整我的這個片段 有一次公司聚會 然後就煮了一大堆的菜 然後跟我老婆都串通好 然後他們用尿 去養那個豆芽菜 然後真的養起來 好 然後養起來炒給我吃 我的天啊 為什麼啊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 這就是二座劇 你沒有生氣嗎 我不知道啊 我只是說 我老婆還要配合演出 我說奇怪 你今天炒的這個豆芽菜 怎麼怪怪的這樣 我跟你平常炒的不一樣 他說我不知道啊 為什麼 然後在那邊講 豆芽菜用尿種的是你直直 炒菜的是寧太太 對對對 那尿是誰的呢 尿 誰的尿 尿是秉承跟義弘的 我的天啊 但我這吃了兩口 我真的吃不下 那是什麼味道 有尿燒味 但我沒有尿燒味 就是那種 很鹹的感覺 也不是酸 你自己去弄看看 我不要 誰會去弄 你唯一 你是唯一有這個經驗的 你不跟大家分享 就很怪的味道啊 這是一個 今晚開戰吧 讓你永遠選這邊 今晚開戰吧 讓你總是非成戰 新型態互動式綜藝 快快來訂閱 按下小鈴鐺喔 不要 不要 小鈴鐺喔